为了保存孔瓷的肉身 顾晶云连夜赶路来到冰寒之急 打算穿着短袖一辈子陪伴在孔瓷的身边 为了避免别人打扰到自己 顾晶云运起魅力用处排云掌 将冰冻路口给封了起来 顾晶云因此获得奇遇 一张黄色的卷轴掉落了出来 顾晶云拿起卷轴查看 发现竟然是剑圣的圣灵剑法 剑22 剑22乃是剑圣的成名绝技 他的威力更在排云掌之上 乃是一门极其上乘的剑法 顾晶云的武学天赋很高 不过短短三天的时间 便将这门剑法修炼入门 炼成圣灵剑法的顾晶云信心大增 认为只要找到一柄不错的宝剑 就可以杀了熊霸替赴报仇 可还未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就算身处冰冻之中 孔瓷的尸身依旧在缓缓腐化 为了保住孔瓷的尸身 顾晶云决定去霞王府走一遭 索要可以让尸身不服的冰魄 数个时辰后 顾晶云出现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 孔瓷尸身散发出的恶臭味 让街上众人避之不及 随后顾晶云来到玉康钱庄 打发了两名前来驱赶他的伙计后 开启了本剧中最装逼的名场面 顾晶云用他的名字 抵押了十万两黄金 然后又从大街上抢了一幅棺材 将孔瓷的尸体放了进去 驾着车前往了霞王府 话念一转 霞王府辅助吕翼六十岁大寿 却莫名收到了十万两黄金 这让吕翼有些忐忑不安 他们霞王府一向是以一字当头 这种来历不明的黄金 他们霞王府是不会收的 因此吕翼吩咐管家 尽快将黄金给退还回去 哪知吕翼的话音刚落 布晶云就扛着棺材到来 吕翼连忙出言阻止了管家 管家不认识布晶云 他吕翼还能不认识吗 布晶云号称是不哭死神 武功高强杀人如麻 不是霞王府能够得罪得起的 想来无事不登三宝殿 吕翼客套一番后 询问起布晶云的来意 布晶云曾在熊霸的面前替吕翼求情 这才保住了吕翼和他的霞王府 吕翼为了报恩答应了布晶云 却表示兵破在吕家先祖的失身当中 需要则个及时开馆取出 希望布晶云能够等待一晚 布晶云没有咄咄逼人 扛着棺材转身离去 准备明月前来拿走兵破 哪知吕翼根本就不愿交出兵破 一切都是他的缓兵之计 他在布晶云离开后 立刻飞鸽传书通知熊霸 想要请来熊霸对付布晶云 可布晶云对此早有预料 提前截获了送信的白鸽 得知了吕翼的算计 咱们这就是所谓的侠义 好 在临死前 我让你俩的这个心愿 既然你不仁 那就休怪我不义 布晶云最恨背信弃义的卑鄙小人 扛着棺材直接打上了侠王府 吕翼不知道自己的阴谋败露 主动现身质问起了布晶云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刹车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叫出兵破 明天才是我们约定的期限 不是吗 可惜现在 太变主意了 这 这 羽翼的儿子吕莲自不量力 手持长剑攻向了布晶云 可两人的实力差距过大 被布晶云一掌击杀 我的儿啊 我要兵破 布晶云 我要你是连战师傅 羽翼悲愤交加寒怒出手 想要杀了布晶云替儿子报仇 奈何自己的武功太过低微 根本不是布晶云的对手 也被排云掌给打成了重伤